站在岸邊可以看到碼頭旁 有一整排像是這樣的箱子 上面寫著碼頭用的水墊柱 不過有傳統透露 這個水墊柱不供電也沒有水 打開水龍頭滴了幾滴後 很快的連一滴水都沒有 遊艇碼頭船員只好再把水龍頭關上 整排水墊柱在7月下旬完成驗收 上頭還貼著施工中的公告 提醒民眾不要靠近 請勿任意觸碰開啟 隔了將近一個月還沒有啟用 如果他沒有啟用 那當然是一個蚊子設施 每一支的造價都是都不是很便宜的 大概多少 我印象中一支都是幾十萬 如果他是有作用的 本來就是要公平使用 那他沒有用的話 那就等於只是一個本事 民眾乍看還以為美化過的水墊柱 只是港邊裝置藝術 一號傳取遊艇碼頭用水墊柱 算一算共有六個單一水墊柱 配置一百一十伏特 和兩百二十伏特插座各兩個 還有兩個水龍頭能供應至少兩艘遊艇使用 但完工以來整排沒有啟用 打開水龍頭 終於有水用 海洋局人員檢視相關設備 決定先讓遊艇玩家看得到水墊柱也用得到 相關收費和管理標準 將同步規劃先消除遊艇玩家 對於設施養蚊子的疑慮 三地區議員黃啟超翁玉文高雄報導 海洋局人員檢視相關